现在鞋子里都是沙子了 哈喽大家好,我是天成,这期来大家浏览一下大沙丘国家公园 这个国家公园距离单幅约235英里 沙丘覆盖面积约为78平方公里 估计包含超过5亿立方米的沙子 这里也有北美最高的沙丘 大家看这边有条小溪 其实这是冰川的溶水 来到这个国家公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就是滑沙 在这里我们租了一个滑沙板 下面我们来一起试试吧 为了减少沙子对板子的损伤 每次我们滑之前都需要先打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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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外一点就是每爬升一步就会后退一点点 这也导致我们的进展非常缓慢 这个沙丘爬起来真的很累 沙丘的顶点是我们这个trail的终点 但这也不是整个沙丘国家公园的最高点 今天感觉我并没有体力继续往上爬了 爬到这儿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里的风景也非常好看 沙丘是怎么形成的呢 很久以前附近有一个湖 当地壳运动湖水就消退了 湖底的沉积物露了出来 之后风的作用把沙子吹了过来 现在鞋子里都有沙的走起路外好疼啊 在沙地里徒步真的是看起来容易 但实际非常难 大家如果来爬这条路线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我点个赞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